一个实作的方法 自动会帮你产生这个 那这个动作是跟前面一样 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假如说做三次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呢 你会发现贴上之后 这一段程式码做好一次 这个RB01的事件做完之后 传统的方法是这样的 就是再copy一次 怎么样呢 再贴上 比如说在下面再贴一个 贴一个之后的话呢 那其实你可以把这边改成RB02 那其实也可以执行 Enter一下 RB3 这样也可以执行 只是说你会发现 这样来写 同样的程式码重复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共用事件来做 但是如果说你想说 老师那我不想用共用事件 我可不可以用共用方法 因为中间这一串 有没有 其实呢 你也可以把它抽离出来 不见得一定要建一个物件啊 你建一个方法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如果你不用共用事件的话 我把这共用事件啊 把它mark 掉了 把它注解掉 砍作加斜线 当成注解 如果说你要共用事件的话 你可以在也是一样 这个瓜糊外面 哪一个瓜糊 这个uncreate的瓜糊的外面 建一个什么 共用方法 我们不用共用事件啊 我们假设我这边可以用第四啊 我可以用共用方法的方式来做 那共用方法的话呢 怎么建啊 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啦 共用方法 共用方法的话 当然一样嘛 我们可以建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是public的 一个void 那名称的话 叫做 比如说叫check底线 底线 ready ready button OK 那简称一下 那一样会有小瓜糊传递参数 一样会有个大瓜糊去做什么事情 一样要有个分号结束 然后呢 在这个大瓜糊把它切开来 把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嘛 这个方法的话是这个类别的方法 这个类别的方法里面的话 我要执行同样的事情 你可以把这个把它剪下来 把它复制 放到这里面来 有没有 那将来的话呢 就执行的话 就执行这个方法就可以 所以 以后有没有 这三段程式嘛 你就可以把他统统改成什么 改成刚刚那个名称就可以了 OK 这个名称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呢 一样可以去执行这个 这个方法 方法 这小瓜 漏掉 OK 好 那一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 在这边把它加一个 加一个 再加一个 那三个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 如果不用共用事件的话 如果你觉得共用事件太麻烦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做一个共用的一个方法 当我点击了其中一个之后的话 那也会执行这一段 这一段程式嘛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是单选 单选 OK 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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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